非常非常的害羞 我跟他说 要把问他的时候 他跟你不要吗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不要 我跟他讲太久 因为他真的很紧张 然后又很害羞 那大家都知道 安可今年的表现真的很好 他还破了这个 新人的记录的全杯打赢 而且在守备的打击 火力上的贡献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力 那你对于自己经验的表现 帮自己打几分 80分吧 80分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还有因为自己 一开始记住的全部都不要说 很扣张 希望20分 等机会来了 因为20分就看待会团了 其实他等于是个一切幸运的孩子 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弟 在今年第一次讨论他 叫做我希望去演十婚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 就是希望的这样子 好 那当然 今年的表现这么好 你是不是也跟重备朋友 齐心一下自己音乐的表现 你表现做我啊 你你要 有没有想要打到什么地方啊 没有 一样好 不是跟那一样 很好的 我是希望能在一军 呆好呆好 然后能看到各位在 只要在一军呆好呆好 听到我们每一场的尖叫声 对不对 好那大家知道你其实入围呢 年度的MEP跟新人玩嘛 那这两个奖项 你在后天比较强调到哪里 嗯 我觉得小奖 哈哈哈哈 其实两个都小奖啊 但是最想要是MEP 是MEP 对不对 好那大家告诉我 我们年度的MEP 应该就是我身上的这位了 对不对 对 哈哈哈 好啦那当然最后来跟我们现场 我们所有对极其安可的 全会突然说起来好 好 好 谢谢你们 今年辛苦了 可以我们同一场战到最后 然后没有让你失望 我们把冠军留在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安可 希望我们今天表现 变结圈的祝福你两天后 可以拿下你想要脑的 所有奖项 好 那我积秀 好